并将这位副镇长的画面最近很红 要近距离接触的人 这样的一个 没等记者说完话 副镇长跑到一旁拉下口罩吐痰后 他说 要不从头开始吧 我们现在直播实时直播的 记者傻眼还以为听错 网友们大骂随地吐痰 难怪疫情蔓延 让人满脸问号的还有这一位 会上四川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刘玉平 还为大家科普了奋口传播的概念 听到医疗专家在记者会上的讲解 全场傻眼 自以为幽默的方式 在疫情严峻时期遭网友大骂 笑不出来 触包正义还有天津一名感染者 被误诊为一般病患 没有隔离 最后除了导致封院 当时诊监医院共973人 都得接受隔离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